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周春任参谋长 罗戎桓任郑迅处主任 今天小兵给大家介绍一下 八路军第115师 麾下五位团长分别是谁 他们建国都是什么军衔 一 685团团长杨德志解放军高级将领 曾指挥许多经典战役 向长征开路人 18名勇士渡乌江杨德志率红军先前团成功渡过 还有抗日期的平行官战斗 内战的清风天战役 活捉了罗密戎 围攻新保安升服国民党少将副军长王雷震 军长郭景云自闭身亡 值得一提的是杨德志出国作战 照样打得精彩 向决战上干领 对于反击战斗打出一位名将的作风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二 686团团长李天佑 广西林贵人 都说广西的贵军有狼兵之称 这一点说的一点也不过 从关李天佑的战事一贯的打恶战 硬仗 被四野称为东北蒙古 而且后来万罪军38军的首任军长 就是李天佑 只是建国后李天佑被派到广西大山脚飞 1934年荣获三等红星奖章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三 687团团长张绍东陕西人 也有说他是湖北红安人 1930年参加红军 曾任红25军连长 营长 第七十五十第二十四 第二十三团团长 参加了厄玉碗 厄玉陕 苏区的反围角 斗争和红25军长征 到达陕北后 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 第七十三师师长 参加了劳山 侦罗镇 东征 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开始后 任八路军第115师 第344旅第687团团长 1938年判断投靠国民党 结局不详 四 688团团长 陈锦绣河南顾史现任 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第115师 三四四旅 688团团长 平行官战役主要一参 战指挥官之一 说到他相信大家都不知道 但要说他两位搭档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时任副团长韩先处 正训处主任刘震 两位后来都成了名将 指团长陈锦绣在前往河北省平山县 温唐红子殿扶击日军 被日军炮火向其射击 陈锦绣和义营长当场牺牲 五 独立团团长杨成武 福建省长青县客家人 有白袍小将之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 杨成武作为宏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 奔赴抗日前线 杨成武担任红一师师长 中国工农红军编位国民革命军第八陆军 杨成武任八陆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 石家庄战役中 尖敌军第32师 总计2.4万多人 朱总司令称 这一战役是夺取大城市的创立 在华北解放的过程中 杨成武率领部队进军随远 解放集明 包头后 回师参加平津战役 太原战役第二阶段攻打太原城时 杨成武指挥部队 采取先穿插 分割 而后其中兵力兼敌的战术 完成了战斗任务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林彪麾下1155位团长 各个的是好样的 只有一位叛徒 那就是张绍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成武率领部队